第1063集 开城布公 兰若走出房门 只见他摇头苦笑 这个地方不错是不错 有山有水环境优雅 那个楚颜王也算是有几分眼光 听说这里还是那个什么中三天故事家族的故独行监工建造的 不错 真是不错的好地方 兰若沉吟了一下皱起眉头 不错虽然不错 不过下面怎么有地道呢 而且地道并不是四通八达 全是死地道 而且地道中还有床铺 看来只是临时避难之所 由此看来 那位楚颜王和中三天的故公子 也高明不到哪儿去 而且在这地道中还有茅坑 那位楚颜王住在这里的时候 难道上个茅厕都要往地下去不成 在他身后两个兰仪老者 一步一驱地跟着 文言笑了笑 没说什么 大公子应该只是随口一说 当成一个话题的引子 接口与否无关紧要 果然下一刻兰若已经改了话题 通道还没打开吗 没有 现在与家族根本联系不上 两位老者沉重点头 说来也倒霉 他们这些人第一时间 偷偷摸摸急如星火的下来 来到这里之后不过一个月的时间 九重天通道就彻底封闭 这一来 大家都是有些焦躁 通道封闭 一切行动就只能自己做出 可这件事情 却是关系到兰家的万年荣辱 生死存亡 纵然兰若乃是家主继承人 第一大公子 在一些重大事情上 也不敢做出过分的决定 兰若微微笑道 这下三天倒也是不错的 起码比起上三天要干净的多 也要平静的多 就算找不到建筑 在这下三天多住些日子 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反正咱们戴的紫荆足够多 不必担心灵气和修炼的问题 另外两人也笑起来 兰若目光幽远 姑奶奶说 她这位弟子乃是冰心彻玉骨 就算在上三天 那也是顶尖的角色佳人 她真想看看 这位角色佳人长什么样子 说话间竟然有些神亡 那老者吓了一跳 慌忙劝阻 大公子 这件事还是不要动念头的好 咱们此番下来 就是要交好九节建筑 而这位皇帝陛下 很有可能就是九节建筑的女人 若是恐怕不仅仅不能为有 反而成了夺妻之恨 那可就真的坏了 兰若洛洒然一笑 我也只是说说 再说 她是不是九节建筑的女人 还真是不一定的 若有一天证明不是 那我一定要看看她 身后两位老者同时有些无语 但转念一想 如果铁补天真的不是九节建筑的女人 那么大公子看看或者纳入房中 似乎也并无不可 毕竟一个皇帝陛下成为我的侍妾 任由我为所欲为 这种事情可是任何男人想想都要热血沸腾的呀 兰若开玩笑的说道 两位老者苦笑一声 虽然兰若的口气一听就是开玩笑 但是从兰若目光中的闪烁看来 这句话可不仅仅是开玩笑那么简单呢 就在这时人影一闪 一个兰仪人出现在面前 兰若缓缓转身 看着来人微笑着并不说话 这就是世家大公子的风度了 永远不会先开口 只等别人张口说完之后 他才会做出总结 大公子有新情况 兰仪人双脚刚刚落地 就急不可耐地说道 兰若淡淡一笑 歪了歪头仍然不说话 皇帝陛下今天没有上早朝 而且我们在宫中的四个人手 也莫名其妙地失踪了三个 如今只剩下七娘一个 哦 兰若的眼中闪过一丝懊恼 宫中有陌生面孔出现 是的 据七娘说 有个年轻男人出现在皇宫之中 然后铁补天就休了早朝 年轻男人 兰若微笑着 脸皮有些发紧 轻轻地笑了笑 看来是这剑杯的晴郎来了 昨夜一夜颠纹捣缝 导致今天不能上早朝了 他嘴角抽了抽 眼中掠过一丝阴质 低声喃喃自语 看来是真的被干坏了 一瞬间 兰若居然有一种被戴了绿帽子这样的感觉 他是曾经见过铁补天的 而且不可否认的是 兰若对于这位帝王乃是有着绝对的野心 男装的铁补天英姿萨爽 他幻想过不止一次铁补天穿女装的样子 对兰若来说 铁补天长什么样子 是否花容月貌 国色天香 这根本就无关紧要 甚至就算是很丑 也不打紧 他在意的是铁补天的身份 正如他前面所说 一个帝王成了侍妾 那是什么样的成就感 而兰若所追求的 就是这种感觉 如今突然听到这样的消息 在兰大公子心中 不可否认的 有一种吃了苍蝇的感觉 但他心机毕竟深沉 这种感觉刚刚升起 就被压了下去 你细细说来 随着兰衣人诉说 兰若的脸色也就越来越凝重 看来我们必须要行动了 他的眼神在一瞬间恢复清明 他也是拿得起放得下的人 自然知道大局为重 一瞬间就把心中原有的不舒服 驱散得干干净净 命令所有人守 准备行动 是 展现我们的力量 不过对于这种人 还是开诚布公的好 兰若若有所思的笑了笑 若是拐弯抹角的迂回 恐怕还会有反效果 身后两位老者神色一紧 大少 这事情 还是从长计议 没时间了 九重天通道封闭 我们联系不上家族 在这里 那就是我说了算 兰若一白手 他缓缓地躲了两步 脸上露出一丝胸有成竹的笑意 我们这次来了十五个人 四位军级 三位四品圣级 三位九品圣级 两个一品至尊 一个三品至尊 一位六品至尊 再加上我 这样的力量 在下三天 押服一位还没成气候的九节建筑 也足够了 已经到了下午时分 楚阳才在铁补天的百般催促之下 起了床 铁补天满脸红潮 慵懒地坐在镜前面梳妆 但是每当他要换上男装的时候 背后就会有一双咸猪手 百般袭击 一个梳妆半个时辰居然还未完成 一直是娇蜿蜘 又是称怒 又是无奈 又是羞涩 又是甜蜜 两久之后 铁补天终于以 你在胡闹 以后休想上床 这样霸道的理由 止住了楚一座的骚扰 如愿以偿地换好了衣服 但是走了两步 仍然觉得脚步虚浮 而且下身还有些隐隐作痛 不由得狠狠地白了 楚阳一眼 这个样子让我如何上潮啊 怎么了 还疼 哪疼啊 我摸摸 铁补天一拳就打了过来 胡天胡地了几乎一天一夜 楚阳体质强悍 还不觉得如何 铁补天却已经是饥肠碌碌 这一夜加上半天的泪 简直是铁补天从所未有 走上一步都要扶墙 偶尔浑身哆嗦一下 只觉得口干舌燥 居然连修为也提不起来那种感觉 楚阳只是坏笑 连忙从空间里取出了生机泉水 铁补天咕嘟咕嘟地喝上几口 这才恢复了一点精神 急忙安排御厨上饭 正在吃饭 小小身影鬼鬼祟祟地走进来 母后 爹爹 小家伙来请安了 楚阳哼了一声 这半天干嘛了 念书 小家伙怯声声地说道 你会念什么书啊 楚一座一把把他抱起来 等会儿爹给你讲故事 小家伙一张脸顿时就有些扭曲 谁给谁讲故事啊 不要颠倒黑白好不好 铁补天早在小家伙叫出一声爹爹的时候 就满脸通红 连忙将儿子抱过来 嘘寒问暖 下午 铁补天仍然浑身慵懒 什么都不想做 处理不了正事 楚阳给儿子讲了一会儿故事 就找了个理由 让铁补天哄着儿子 自己溜溜答答地走出了寝宫 寝宫门前 远远的一个中年太监正在站着 似乎要进去 却又不敢 楚阳溜溜答答走过去 和蔼可亲地微笑道 你就是现在的大内总管吧 封总管点头哈腰 是 奴婢正事 奴婢不敢 他虽然不知道这家伙什么来头 但看到这小子居然在皇帝寝宫里头待了一夜 就知道定然是了不起的人物 说不定啊 就是那话 所以 封其良更加的小心翼翼 神色也更加恭敬 你叫什么名字 奴婢叫 叫封其良 封其良大总管露出个讨好的笑容 因为 奴婢的名字的谐音 大家都开玩笑 叫我七娘 七娘 楚阳顿时呛了一下 连声道 好名字好名字 封其良甘笑 呃 七娘啊 那三个人你都上报了吧 封其良大吃一惊 猛然抬头瞠目结舌 啊 啊什么啊呀 楚阳斜着眼睛 你在这等着 也不是等皇帝旨意吧 而是在等我 对不对 封其良顿时就乱了手脚 这个 什么都不用说 大家都是聪明人嘛 楚阳和和一笑 亲切的问道 你们兰家这次来的是谁啊 居然知道在这儿等我 这份心思深得很啊 面对这么一个妖孽一般的聪明人 封其良无计可施 唯有开诚不公 是 我家大公子有请尊驾 晚上在天运楼一聚 果然是干大事的 开诚不公 我最喜欢了 我很欣赏 你可以回禀 晚上我一准到 随后又叮嘱了一句 告诉你家大公子 这酒席可不能寒酸了 他就这么轻易的答应了要求 兰若看着面前的兰衣人 有些出乎预料 兰家这样潜伏在这里 守株待兔 然后当面相请 固然是没有与上三天 联系办法之后的下策 但兰若自己也承认 这件事未尝没有别的 稍微缓和一下的方法 比如烧口信 比如暗中飞剑传书 再比如下请柬 这些都是江湖人 或者普通人常用的方法 至于这样当面相请 等于就是直接告诉对方 我们知道你在这里 我们也知道你是谁 所以你非来不可 多少有些霸王硬上弓的味道 和威胁的意思 或者就是示威 兰若自己很了解自己 自己不过是对褚羊和铁补天的事情 心中有些不舒服 所以有些故意的想要压褚羊一下的意思在里面 但若说到争风吃醋 那是远远的谈不上的 兰若一向心高气傲 他虽然在做出决定的时候就知道 自己这样的邀请 可能会给对方一个不好的印象 对于大忌未必有利 但虽然明知道 却还是没有改变 因为他有自信 九重天封闭了 我们固然上不去 但你褚羊也与我们一样 大家都在下三天 你也飞不到哪去 而我这边有数位至尊 数位圣级在这 不管你多么厉害 我总能震得住你 而且在下三天这种地方 如此高手想要找一个人 那真是无所遁形 所以你也跑不了 第1063集到此结束 欢迎大家